來,我們在講呢 呃,靈圍的點缺線包含了Vacancy, Self-Interstitial, Substitucional 跟Interstitial的Impurity Orgum或Sully Solution 那我們現在要進入到一圍了 一圍呢是線缺線,Linear Defect 那我們那時候有舉例,Linear Defect 我們在星期三的時候就幫你做Summary Linear Defect的種類包含 請說 任插牌Edge Dislocation 螺旋插牌Screw Dislocation 混合插牌Mix Dislocation 很好,請坐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講各種各式各樣的缺線 請同學看一下課本在158頁的紅色 綠色的字,綠色粗體字 那個大標題 它是指各式各樣多種變化萬千的缺線 所以呢,從6.7開始我們要講 一圍、二圍、三圍的缺線種類 你可以看到6.7的標題叫做 Dislocation Linear Defect 叫做插牌 它是屬於線缺線 插牌 插牌 等一下我們再來告訴你 什麼叫做 任插牌Edge Dislocation Screw Dislocation 螺旋插牌以及Mix Dislocation 好,同學們複習對吧 我最喜歡這樣 因為好,我就會看到人山人海 滿坑滿谷 大家都起立齁 來鼓掌齁 來,我們看一下齁 第一件事情是 有人可以回答齁 就請你舉手齁 什麼叫做任插牌 有人會嗎?讚的同學 好,請說 那個女生先舉手齁 不好意思 對 很好,我可以介紹請坐齁 任插牌呢 它是指半水在晶體內 產生一個額外的原子 半平面齁 那它的末端齁 會在整個晶體裡面 然後會對於正常的晶體裡面 會造成一些晶格的變異的一種 線性的晶體缺陷齁 OK嗎? 那我們來玩個遊戲齁 告訴你什麼叫做任插牌齁 兩兩一組同學 你現在跟你旁邊的同學 兩兩一組齁 我們先請右手邊的同學齁 合掌向佛 先把你的手合起來 像拜拜的樣子 兩人一組 右邊的同學 請先把你的手合掌向佛 像拜拜一樣齁 你的右邊齁 就是兩人一組 右邊的同學先合掌向佛 好了嗎? 好了齁 左邊的同學 請你把你的右手 用力的插在左邊的同學的裡面 就是想說像夾心餅乾一樣把它插進去 而且不能插全部喔 只有插你的手指頭喔 想辦法插進去 想辦法插進去 手指頭要全部插進去 同學 同學 拜拜的手是不能隨便改變形狀的齁 所以拜拜的手要持續拜拜 好了嗎? 好了嗎? 好 我們看了齁 我剛剛講了 你幾號 上一張號的同學跟你的partner站起來 把你們插好的給同學看一下 這個是錯誤的示範齁 那我們請 欸同學你們要擺你們手擺好喔 不然這樣我怎麼知道要找誰呢 整隻手插進去 手指頭齁 手指頭 手掌不要 手指頭 手指頭只有一隻喔 手指頭只有一隻喔 手指頭有幾隻 十隻 十隻 右手有十隻喔 讓我看一下 對 好 好我們請劉善這一組請禮齁 好 來我們現在看到了 現在 303號這一組 應該都34齁齁 是嗎 34號這一組 你可以看到齁 正常來說應該會這樣 或者是往上插齁齁 那假設呢 合掌相佛的那個 是完美晶體的部分 隔壁那個同學 硬把他的手指頭插進去 然後你就會看到一個原子額外半平面 手掌是全部嘛 他是不是只插了一部分的東西 一部分的手指頭 到完整的晶體裡面 這時候合掌相佛的同學 有沒有覺得 就是被插進去的感覺 不太舒服齁 對吧 好 我們謝謝同學 請 表演的請坐 沒有回答問題的請繼續站著齁 請說 誰誰 誰問問題 誰問問題 有嗎 沒有 好 任擦台我再講一次齁 它是伴隨著晶體內部 產生了一個額外的原子半平面 它的末端結束的地方 是在晶格的內部 會造成晶格的變異的一種線性的缺陷 那這個額外的原子平面呢 基本上它的邊緣齁 會終結在晶體的內部齁 那我們看一下黑板上的圖 好 我們看一下齁 因為看到這是課本的圖齁齁 這一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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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線 是不是完美沒有問題的 是的 就很像剛才拜拜同學的手齁齁 但是你注意看這一條齁 這一條有完美嗎 沒有 它是不是多了 而且你要記住齁 這個不是一條線 它是一排原子一直往後的齁 齁 那這個所有的 額外的原子 額外的原子的半平面 它終結的末端 會在晶體的內部 是基本上會對周圍的原子 造成晶格曲變齁 就很像你一直插進去 它這邊就會很擠 下面就變得比較凶齁齁 這樣OK嗎 可以嗎 可以齁 那一般來說呢 就很像 終結在金格內部 然後我額外的在上面 所以它的形狀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一般會有倒梯跟正梯來表示 用插排 齁 所以會看到像這邊是一個倒梯 所以這邊就是原子的外半平面 這邊是一個正梯 原子的外半平面就在這裡 可以嗎 可以嗎 記住它是一排喔 有的有時候一定會一半啦 也因為它插在裡面 那只是我們一般來說畫 看起來像一半比較好觀察而已 齁 可以嗎 可以齁 那再來就是 通常這個 這個終結的位置齁 邊緣的部分 這一點其實是一直朝黑板後面 一直往前進的對吧 所以你眼睛在看的時候 那邊其實就會有一條玻璃的線 可以嗎 所以那個地方就叫做 任插排線 edge dislocation line 所以一般標示任插排的標示符號 都會標示在 edge dislocation line的位置 可以嗎 原子的額外平面齁 那 不得相讓我們等一會再講齁 我們先往下齁 唉 那問同學齁 任插排的表示方式是正梯跟倒梯 螺旋插排的表示是什麼 有能分嗎 舉手 請說 你在解釋螺旋插排 來 認插排的符號表示 是倒梯跟正梯 螺旋插排的表示方式是 請說 18號 可以嗎 可以嗎 還有逆時針講得很心虛齁 來請坐齁 那下一個問題請說明什麼叫做螺旋插排 再講一次 再講一次 太快了 我都沒聽清楚 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 大概 大概 你可以把它換成稍微 容易聽得懂的中文嗎 不行喔 那你不是說你有理解嗎 那 我知道他按照中一本講 那他知道他在寫什麼嗎 這 中文看了不代表你懂了 你知道嗎 就認識字但是在一起就不知道什麼意思 我很怕這個 所以我想要知道你了解什麼叫螺旋插排了嗎 那 你再講一次你的 你考試會寫這個嗎 你考試會寫這個嗎 應該會背起來喔 你太強了 這個都背不起來齁 我可以讓你做齁 來 螺旋插排齁 它是受到一個簡歷 簡易力知道是什麼嗎 正向力是什麼 跟簡易力知道吧 平行跟垂直齁 然後呢 上方的晶體相對於底部 往旁邊移動一個原子距離 這時候齁 它會形成一個螺旋性的斜面 所產生的金格變異 我們再來玩一個遊戲 這個遊戲是自己就可以玩的齁 現在我們先請每一個同學齁 合掌相佛 然後你的手掌齁 用力的握住 但是手指一半往前推 另一半往後推 手掌不動 手指全部一起往前 跟另外一邊一直往後 我們請六號同學起立 他的那個是很好的範例 同學有看到了嗎 好 對不對 跟他一樣的都是很好的範例齁 因為剛好我朝向那一邊齁 不可以 對 等一會齁 好請坐 謝謝 所以你看著你的手 我再把中文講一次齁 螺旋插牌是受到一個簡易力 就很像你的手指齁 有部分的被我往前推 好 所以另外一個等於就相對於往後了齁 上方的晶體相對於下方齁 往旁邊移動一個原子的距離 所以這時候平行的平面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會受到簡力的影響 形成一個螺旋的斜面齁齁 那這時候所產生的金格變異 所伴隨的線性金格的缺陷 我們稱為博旋插牌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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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然后呢在那个平面上看起来 它就会呈现一个螺旋性的 慢慢往前走 因为你在移动的时候 你不会全部一起 你会从分开 就很像你在撕那个纸 有没有 一张纸你撕开 它会慢慢的往前移动 所以十张纸一起撕的时候 它从撕的那个点 其实你像看 这样就像撕一个减硬粒 然后你撕的时候 那十张纸 它其实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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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往前跟往下 走 所以它其实很像一个 螺旋性的往下 往前延伸 OK呢 然后到你撕紫 撕到某个地方停住的时候 那那个地方 往前延伸的十张纸 那个地方就是 螺旋插牌线 在这里 理论像是在撕紫的那个重点 所以dislocation line在这个位置 所以当然说 你标示的右螺旋跟左螺旋 像课本 它标示在这边 就会直接标示在dislocation line 跟刚才的用插牌是很像的 我们看一下 用插牌你看它是标示在这里 所以它其实就是 中指在这边上面多了 然后一路往内部 这边也是 这边也是 可以吗 可以吗 螺旋插牌呢 就是慢慢的像撕紫 就是紫比上前后撕 十张一起撕 所以就慢慢往前撕 撕在这个地方停住了 那那十张纸不是 其实是往前延伸的吗 所以就很像这个 所以它的螺旋插牌 现在这个位置 dislocation line 就这个位置 这有问题 内部的晶体的移动方式 在课本这边的地方 考试考名词解释的时候 可以吗 考试考名词解释的时候 你可以也可以啊 反正要看 要让我觉得 我觉得你理解了 对 可以哦 好吗 你有本事也可以 我是没看过学生这样搞啊 对 这哪一次 啊 哪一个 哦 这个是从前往后看 所以这张图跟这张图 看起来是很像的 这张图是上往下看 所以它是从这里看下去的 所以你会发现 从狮子的地方 慢慢慢慢 越来越往后 所以你开口嘛 越靠近狮子的那个终点 的节点的地方 你的变化是比较小的啊 越靠越远就越大啊 这个 这个其实就很像这个啊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大圆圈里面 还有一个小圆圈 这代表说上下是重合的部分 那大圆圈 黑 因为圆圈跟白圆圈分开了 代表它开始受力 然后开始分离了 也就是上下两层的原子的位置 已经不在同一点上 所以就像你狮子已经慢慢撕开了 离到狮子的那个 分开的那个点越远 就分开的越远 不是吗 你狮子不是这样撕吗 对不对 最上面最新撕开的地方 道政会会离得最远嘛 好 我们再往下